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就是粉丝投稿吧 怎么说呢 算是符合条件吧 但是没有啥亮点 说实话 本身不想放的 但毕竟是把内监局放出来吧 昨天刚放的我的神国家 结果放个粉丝的 有点先术的感觉 这里面直接说一下张良主攻 世尊场就别选他了 这玩儿混子 这局的话 我当时光看这局的话 我觉得内监赢面不高啊 因为主攻是张良的话 他不一定能撑得住你觉醒 撑得到 然后国家这里面降面很奇怪 很难看出来这是把至尊局啊 很难看出来 开了个OE 神国家掉了滴血 这把的话 如果杜玉 结果曹瑞还是个辅助 张良本身就没啥输出了 结果曹瑞还给了 没有啥输出 全给了张良 也就是张良有可能收到这一套牌的话 有可能批住一次 批住一次的话也仅仅是一次 咱们先看吧 杜玉直接先打杜玉 内监先打威胁最大的 先处理一下杜玉没问题 但就这现在而言的话 两个威胁大的杜玉和许优 头脑是很清晰的能看出来的一个粉丝 但是这局就现在而言还是看不出来咋赢啊 主攻太弱了 难道有什么先术吗 一开始 我当时这是当时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想法 当时很震惊的 这咋赢啊 我自己也赢不了 主攻很弱 然后他的忠臣也是个辅助 然后这里面的话 许优 刚才某吕蒙没有去杀神国家 直接往后打的许优 结果杜玉忙救许优 结果许优应该是个反贼 跳出来反贼身份了 这里面要看左慈什么身份 左慈直接砍了许优 那么吕蒙难道是 忠臣就是曹瑞加左慈 然后吕蒙就是反贼的吗 难道 嗯 还行吧 救活了 结果左慈又乐了一下国家 又乐了一下国家 也就是说吕蒙忙打了一下 打错许优了 是不是这把因为这一点所以才赢的 往下看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这局不算是怎么正常啊 没杀死许优 看能杀死我 没杀死 杀死了 杀死的话 看杜玉吧 这把的话杜玉不死的话 神国家还是不好打 好消息是 哎 还差一个人没掉血 还差曹瑞没掉血 只要曹瑞再掉一次血的话 就能觉醒了 批出来了 毕竟曹瑞给他补了一次牌嘛 能批出来很正常 国家添过了 也就是曹瑞也掉血了 这时候神国家也就是可以觉醒了 这里面神国家嘲讽莫名的低啊 这局很奇怪 咱们待着可以看一看啊 然后这时候AK被顺走了 然后用了个连环 连环不给主攻吗 连环给主攻的话 可以再要一个方 结果杜玉直接乐了一下主攻 第二回合神国家就觉醒了 运气不错啊这局 这局的话 这个AOE应该是确定胜局的吧 反正这局的话该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些题外话 其实就现在而言的话 神国家在军八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强 因为他觉醒需要一段时间的 不是每一个神国家都能在第二回合就能觉醒的 知道吧 即使他刷AOE 这时候的话 直接拆了下杜玉 杜玉武库刚才被骗了 但是也能打 赌一赌直接开AOE 结果让你震惊让大家震惊的来了 这忠臣是某里盟 选了个忠臣奇葩某里盟 那么多了一个忠臣 这很奇怪啊 咱们可以往下看一看 看那个奇葩是曹瑞还是佐茨 这里面说一下 神国家这个武将的话 你要说斗地主 当地主的话 因为先手啊 如何如何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军八里面的话 你看起来他是一个强将 但他变成完全体的是时间比较长一些 而且经常你看我经常玩神国家 就会发现 经常给你来一次锅二 对吧 就两张牌 然后你第一回合 如果没刷桃子的话 血量又不够多 血量上限也不够多的话 来一次锅二 你就会发现 神国家很容易被打死 很容易 但是也很少 就是说神国家能立刻 就能一回合就能觉醒 到第二回合就已经开始觉醒了 很少 而且最重要是 如果说我要强制自己觉醒的话 必须要血量大于七以上 空血槽大于七以上 那你就说明你必须给每次锅五锅四 这种的 很 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神国家能和神寻玉这样的武将能相提并论 千万不要觉得有这样的想法 神国家对于你们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能杀掉 但是不能跟他拖 如果你跟他拖到觉醒的话 那你肯定不好 可能打了 毕竟他能变一个技能 这是很亏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说在前期 你是有机会把他干掉的 而且他即使觉醒了 如果你人数有优势的话 依旧还有翻盘优势 能理解吧 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 神国家没到你们所谓的特别变态那种 那种级别 也不可能和 和神寻玉这样的东西来相提并论 有很多武将功能性会比他强很多 这局的话 很奇怪 这是咱们也看懂